现在在咱们动手完成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style transfer它的一个原理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style transfer是不是说我需要指定一个content 就是有一个c对于一个图像的内容来说 然后呢我还要指定这样一个style 这两个东西要进行一个加号吧 它们要进行一种融合 那它们该怎么样进行一种融合呢 在这里我们还是借助了卷积神经网络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融合是靠咱们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帮咱们做出来的 那靠卷积神经网络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现在咱们来想一下 就是说对于上面这些图像 它融合完之后我们有这样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融合完之后 我海底能看出来它的内容 海底是这个内容 然后呢加上这个风格也确实是这个风格吧 比如说对这里我这个一个e品 然后这个e品跟这个c进行一个融合 这个s和c融合完之后 我们能看出来它的风格是这样波浪的 它的实体还是这样一个洛杉矶的城市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咱们要做完融合之后 内容还是内容 风格还是风格 每一个东西主旨是不能发生变化的 那么这件事怎么做呢 其实有一种最老的办法 最老的办法呢就是说 让你融合完之后的图像 跟咱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个c加上一个s 就是content加style进行融合嘛 融合完之后结果 比方说我用一个cs来表示吧 那么这个cs是不是说 我得既让它跟这个c比较相近 又让它跟这个s比较相近啊 因为它是这两个融合嘛 我不能说让它呀 跟这两个都有一个偏差吧 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融合完之后 我定义了一个loss function 在这个loss function里面呢 我去对比一下 它跟这个c差距有多大 跟这个s差距有多大 我让它们一个总和的差距最小 是不是也可以的 那这是一种什么操作啊 这是好像是说 我先用一个网络进行一种融合之后 然后逐个像素去对比 然后看它的一个差异值吧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逐个像素对比 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啊 在像素上对比 咱们很难去做啊 它到底有多相似 或者到底有多差异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咱们要做的是说 我们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啊 咱们来想一想 比如说一个s或者一个c 输入进来之后 是不是它会卷积卷积卷积啊 一系列卷积加一系列迟化 还有软路什么的 那么每次卷积啊 或者每次迟化之后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特征图吧 那这个特征图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之前讲过了 特征图是当前图像的一个代表吧 比如说在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一开始 比方说这是第一层卷积 这是第二层卷积 第三层卷积 这是第四层卷积 我们来说啊 就是说第一层卷积相当于什么 第一层卷积相当于是一个粗力度的特征提取吧 可能提出来力度啊 可能提出来特征 它的一个概括性还是比较低力度的 然后呢 第二次卷积 在我第一次基础上 又进行了一个特征提取吧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啊 一直到第一次都是在前一次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那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 假设说我想让这个S和C 然后它们生成完的一个图像 既跟S像又跟C像 那么我们不光能在最终的一个结果上 进行足个像素的对比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特征图上进行一个对比啊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张图像 然后呢 这张图像 咱们就说它是一个空白的吧 假设说我这块还有一个红色的 这块画不下了 画一个红色的方框 这个方框呢 咱们先说它是一个空白的 它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我想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就是这个方框 是当成咱们一个输入 输入完之后呢 让这个方框实际上就得到了咱们这个CS 得到了一个融合之后的结果 那我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呢 怎么样去定义这个网络啊 其实定义网络啊 最复杂的地方在哪 最复杂的地方就是说 你想把这个网络优化成啥样啊 你要定一个目标吧 你定完目标 才能去按照你这个目标进行一个优化吧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首先要想象一个目标 那对于一个空白图像来说啊 我是不是你说 这个空白图像最终啊 生成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即像这个S 在风格上带有这个S 在内容上带有这个C啊 那怎么办啊 我不能用最终的一个结果 因为最终啊 已经是一个像素点 用像素点结果去对比啊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呢 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咱们可以在特征图上做一些文章 比如说 现在咱们有一个三个东西吧 比方说 这个我用N来表示吧 N就是表示着咱们是一个噪音 一个nice的一个输入 可以当成这个噪音 就是咱 如果说大家不理解什么叫噪音 咱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随机的生成的一个东西就好 咱们就把它当成是一张白纸 咱们把这张白纸啊 输进到咱们的网络当中来 我想这个网络呢 把这张白纸生成成最后一个咱们输出的结果 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 这回啊 我们就要利用特征图了 比如说 我们看这是一号特征图 在一号特征图里啊 我现在可以把这个s输进来 还可以把这个噪音输进来 还是可以把这个c也输进来吧 对于同一个网络 这三个东西啊 都可以当成是咱们的一个输入 比如说 现在这样一个style 我让它去跑一遍这样卷积时间网络 然后呢 在每一层卷积完之后啊 我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特征图吧 比如说 我标号 这是 一就是说 第一次卷积完之后 得到一个特征图 然后呢 对于这个content来说 content在下面 这是卷积完第一次得到的一个特征图 那么啊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噪音图像 噪音图像 我们输进来之后 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个东西啊 比方说它就叫做一个N1吧 那我现在我就可以对比一下 这块是CE 这块是SE CE SE 还有这个NE啊 分别表示着 这个NSC 通过完第一层卷积之后 得到的一个特征图 那我想让啊 它们最终生成的结果一样 是不是说 我希望让它们的特征图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呢 让这个N1 就是对一个噪音 或者说一个随机一张白纸输进来之后 让它呀 跟这个SE 是越接近越好的 因为呢 我希望让生成的东西啊 里边是带有这个style 带有这个风格的 所以说 在特征图上 我们需要让它呀 越接近越好 这个N1呢 既要跟这个SE 比较接近 又要跟CE 也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一个目标函数 也就是说 咱们的目标函数啊 是说啊 在特征图上 我们得到的特征啊 能跟这个S 和这个C 它是越接近越好的 这是第一个特征图 第一个特征图 咱们做了这样一件事 第二特征图 是不是也能做这样一件事啊 第三个 第四个 咱们都可以做这样一个事 在这些特征图上 我们就让这个N 就是咱们的一个 白纸输进来之后啊 让它们在特征图上的一个 相似程度 越接近于这个S 越接近于这个C 两个都要去接近 这样呢 我最终形成出来的东西啊 就是一个style transfer的过程 这样呢 咱们就可以完成了 一个图像融合 其实啊 在这里 咱们是怎么算的 咱们是用S输进来之后 找S的一个特征图 C输进来之后 找C的各个特征图 然后呢 实际啊 咱们是用一张白纸啊 用这张白纸来去不断迭代 优化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这个白纸输进来之后 我就要这个神经网络 取悦一下 什么样的权重参数 能够使得我这个 当前啊 这个N输进来之后 这个N 越接近于S 越接近于C 两个都要无限制的去接近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style transfer 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